短短三天被中央山脉KO 小犬台风瘦了一大圈 逐渐往西远离台湾 不少人笑说是被高雄打狗叫化了吗 中午11点半 截出西北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的海上台风警报 中午11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俄伦比西方大概38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会往西南西的方向朝广东沿海移动 6号清晨2点半 路景解除 海景也跟着取消 但小犬外围环流 还在影响台湾 明天星期六的时候 因为台风外围环流还是影响我们的天气 所以各地仍然有短暂震雨 其中在花东地区 以及中午以后的西半部地区 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 星期天到双十节这段时间 受到封面通过 以及东北几方逐渐增强的影响 北部东半部地区 整天云多 降雨几率比较多 尤其是桃园以北 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 会有短暂震雨 东北几方接力来袭 国庆廉假湿搭搭 要等到国庆日当天 雨势才会趋缓 不过台湾人处于大地压带 水汽多 专家市井可能还会有十月台 不可轻忽 至于菲律宾东方海面 一样是一个大片的地压带 中间有热带扰动 萧萧涨涨 短期内对我们不会有影响 之后的后续我们持续观察 盘点这次小犬台风重灾户 截至六日上午三天来 累积雨浪冠军 就在屏东泰武厢 六百八十六点五毫米 台东北南 台北晴天岗 也都超过四百毫米 累积雨浪 至于风速最强 飞蓝雨莫属 超过十七级 世界排名第三 恒春十四级 台南澎湖等地 也都有十到十一级 幸好猛犬已经变回小犬 远离台湾 欢迎新闻 城市雄白云飞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